心量太小 不但出不了三我道 怕的是出不了三途 为什么呢 如果是过分的自私自利 放不下财色名利 我常讲这四个字 都没有办法离开三我道 这些人小啊 想的太小了 都想到自己 你是多可怜 没有为国家民主想 国家民主也不大了 我也没有想到 全世界众生的理由 想到全世界也不大 这个星球在太空当中 很渺小的 我们比不上佛菩萨 佛菩萨起心动念 是为变法界虚空界 像阿弥陀在因地 为一切祝福 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 就出现了 这个心量多大 所以他能够成吉乐世界 那么大的道场 我们想来想去 我们想去建个大的道场 能够容纳一两万人 不得了了 你的建设超过北京皇宫 在一个山头上 有个几千某几万里 几万某地 小到长 从在这个地方产生了贪念 放不下 你就离不开轮回 离不开六道 这个地方建设太好了 念念舍不得离开 来生便出生 守住这个地方 舍不得离开 几次出生到转身之后 就到国会道去了 地狱道去了 他不会往上转 他往下转 你就知道他可怜了 我那个六合园 有一只猫啊 很多人看到的时候 过去不知道 不知道是哪一代的 主人 这个房子 我借到的时候 我是第五代 我只想前面 不是第一代 就是第二代 出家人 现在变成一只猫 这个猫 这个猫认地 不认人 这个地方就是他的 他不会离开 他跑到房间里面去 主人坐的这个座位 他老是断了去 他不坐别的位置 他一定坐了 像主人的样子 这是什么 贪念 这个道场啊 这小道场 大道场 更不得了啊 所以学佛的人 绝不收藏 一般是真爱的东西 不要 灰气担心 要统统地放得下 我们所要的参考资料 是常驻的 不起担心啊 不是我的 我走了统统是常驻的 自己 夜深夜无所有 你才容易往生 容易脱离六道轮回 这个事情 不能 不知道 千万不要 像世间人一样的妄想 具为己有 身都保不住 哪能有身外之物 要放得干干净净净 我